历位纪第十章 亚伦的儿子拿达和雅比户 各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 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平常的火 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献的 那时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 这就是耶和华曾经告诉我们的 他说 在亲近我的人中 我要显为圣 在众人面前 我要得荣耀 亚伦就默然无语 摩西把亚伦叔父乌靴的儿子 米沙利和以利沙反召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上前来 把你们的兄弟 从圣所前抬到营外去 于是二人走进来 照着摩西的吩咐 把他们连同他们的衣服 抬到营外去 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 以利亚萨和以他玛说 你们不要劈头散法 不可撕裂你们的衣服 免得你们死亡 又免得耶和华向全体会众发怒 你们的亲族 以色列全家 却要为耶和华所烧死的人哀哭 你们也不可走出会幕的门口 免得你们死亡 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 他们就照着摩西的话行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和你的儿子一起进会幕的时候 淡酒烈酒都不可喝 免得你们死亡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 使你们可以把圣的和俗的 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辨清楚 可以把耶和华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 教训他们 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 以利亚萨和以他玛说 献给耶和华的伙计中 剩下的素计 你们要拿来在祭坛旁边做无效饼吃 因为这是至圣的 你们要在圣洁的地方吃 在献与耶和华的伙计中 这是你和你儿子的份 因为耶和华是这样吩咐我 至于做摇记的胸和做举记的后腿 你们也要在洁净的地方吃 你和你的儿女要一起吃 这是从以色列人献的平安记中 给你和你儿子的份 至于做举记的后腿 做摇记的胸 他们要与火记的脂肪一同带来 当作摇记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这都要归给你和与你在一起的儿子 当作永远的律例 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那时摩西急切地寻找 那座赎罪祭的公山羊 发现已经烧了 他就向亚伦剩下的儿子 以利亚萨和以他玛发怒 说 这赎罪祭是制圣的 耶和华又把祭肉给你们 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 你们为什么没有在圣洁的地方吃呢 这寄生的血既然没有带进圣所里去 你们就应该照着我所吩咐的 在圣所里吃这祭肉 亚伦对摩西说 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 已经献了赎罪祭和烦祭 而且有这样的灾祸临到我 如果今天我吃了赎罪祭的祭肉 耶和华怎能看为美好呢 摩西听了也觉得合理 谢谢大家